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切尔西功勋主帅迪马特奥和满军老臣们交谈迪马特奥与切尔西颇有渊源,在1996年到2002年期间以球员身份在篮军踢球,在球员时代为切尔西赢得了一次欧洲优胜者杯,一次欧洲超级杯,以及两次足总杯等荣誉,退役后的迪马特奥也没有离开足球,成为了一名足球教练。 而在2011年,他成为了切尔西的助理教练,随后在2012年的3月份,成为了切尔西的救火教练,虽然仅是救火教练,但是迪马特奥却带队切尔西赢得了足总杯的冠军,更是带队切尔西击败败人获得了欧冠冠军。 而这也是切尔西历史上,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欧冠军杯,虽然败队赢得欧冠,但是迪马特奥在2012到2013赛季开战不久,就因为战绩不加下课,他也彻底结束了切尔西教练生涯。 此后,迪马特奥还在沙尔克零寺以及阿斯顿维拉执教,但是执教成绩没有亮点,近日迪马特奥来到了切尔西的科巴姆训练基地,主帅萨帝以及迪马特奥,昔日的弟子也欢迎了他的到来,而在随后,迪马特奥还与大卫、路易斯、卡希尔以及阿斯皮利奎塔合影留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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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